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俊俊来了 最近李沁 曾顺熙七夜雪剧情走向高潮 收视打败吴锦炎 刘学义 春花宴 拿下录剧热度榜第二名 第一名则是任敏 张婉义主演的锦绣安宁 也传出10月底赵露丝 朱连玉母 将与余书欣永夜星河对打 侯明号的《大梦归离》也将在同期播出 虽然最近录剧整体播的都没那么好 但内鱼的热闹可不少 以下是短短48小时 内鱼备受讨论的四个大瓜 一起来看看吧 一 王鹤帝田锡微吻戏曝光 他被抓包偷身舌头 王鹤帝因搭档于书欣主演《苍蓝爵》 与白鹿合眼以爱为营爆红 越为陆剧男神 去年5月就被狗仔刘大锤爆料 已经恢复单身 和相爱六年女友分手了 他与半熟男女的田锡微主演的古装新剧 《大凤打惊人》也早已杀青 步入代播行列 《大凤打惊人》 因为是王鹤帝首部大男主古装剧 外加他跟女主角田锡微拍摄时 爆出假戏真作绯闻 让该剧预告流量破2000万 预约人数也已经突破370万 十足的魏波鲜火 日前剧组是出最新剧照 王鹤帝身穿银白色的盔甲绒装 手持弓箭做事要发射帅番 背景更是王鹤帝在剧中各式的帅气场面 大男主地位不言而喻 另外 王鹤帝和田锡微 在剧中吻戏画面虽然早在去年就被流出 但当时镜头距离都比较远 日前另一版本近景路透画面曝光 只见王鹤帝舔搂着田锡微先腰热吻 田锡微抬头闭眼模样享受 而细看王鹤帝的嘴唇 她不只是亲吻田锡微的嘴唇 还明显伸出了舌头 网友惊觉两人根本是在忘情舌吻 激情四舍 被猛亏公费恋爱 再度掀起一阵暴动 事实上 王鹤帝与田锡微去年拍摄该场吻戏时 就传出两人拍了一整个下午 王鹤帝还将田锡微的口红都吻掉 假戏真做绯闻因此传开 后来田锡微办生日会 王鹤帝当天当天在上海有其他行程 却为了田锡微花了三个半小时的车程返回横店 只为帮女方庆生 两人去年参加爱奇艺尖叫之夜时 被发现对彼此有专属的昵称 最经典的是 王鹤帝去年年底在腾讯星光大赏红毯 霸气挽住田锡微的手 种种暧昧迹象 让戏剧未播出 两人被网友组成的 第九田长 CP就已经人气爆棚 二 肖战满脸胡渣为德显紧致开镜 新剧女主是她 肖战凭陈情令与王一博双双跃声录剧顶流男神 肖战之后演出多部爆款剧如庆余年 玉谷遥 娇阳伴我等作 她与西花指女主角张静怡拍摄的古装新剧《藏海传》也未播鲜红 她的新片德显紧致已杀青 传出该片女主角找来四方馆 周依然 让网友对德显紧致相当期待 德显紧致故事描述一个桃花园般的小镇 一群因南京沦陷逃难至此定居数年的百姓 有一天却有数名日军误入此地 男主角莫德显 肖战饰演与亲戚好友们 被日军逼至绝境 决定奋力抵抗 一场双方武器相差悬殊的叛死之战拉开帷幕 一场智慧与意志的死战就此展开 德显紧致是录剧金牌影视公司正午阳光 制作的首部电影 莫德显也是肖战 先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的角色类型 因此外界对于该片格外好奇 不过肖战仍维持拍摄《藏海传》的保密习惯 上下班都穿普通长裤 上衣 让人无法轻易看到他的芯片造型 近日他出席开机仪式的照片忽然曝光 现场肖战刻意戴着黑帽 一身黑衣黑裤 但素颜又有胡渣的他仍是引发网友讨论 不少人大赞他的素颜像是大学校草 不但帅 就算长出胡渣还是给人满满清新感 对照德显紧致是出的故事大纲 不少网友猜测他的胡渣造型是在为莫德显做准备 并推敲在正片开拍后 他的造型应该会更为狼狈及凌乱 毕竟在片中他要面对日军的残忍攻击 还要面对身边亲友被杀 被伤害的悲惨处境 加上与日军对抗过程身上一定难免伤痕 因此他为芯片续胡子的可能性很高 值得一提的是 传出肖战将投入另一部芯片 我的答案的拍摄 还会找来曾在选秀节目 担任他演技导师的舒淇合作 肖战在我的答案也将首次演出反派嫌疑犯 让网友相当期待 我的答案由多次入围金马 金像奖的香港导演翁子光指导 故事描述检察官吴亚梅顶着巨大压力 在仔细调查嫌犯后 将六网之鱼成功追溯 最终将嫌犯绳之以法 据悉肖战就是演其中一则案件的主嫌疑犯 三 任敏 张婉义锦绣安宁片酬曝光 由张婉义与任敏主演的古装新剧锦绣安宁 打败同档期由李沁 曾顺兮主演的七月雪 以及吴锦炎 刘学义主演的春花燕 持续稳坐录剧热度榜冠军 张婉义与任敏的演技也获得好口碑 其实锦绣安宁播出前并不被外界看好 之前还有粉丝力劝张婉义不要接 以免被任敏带摔 没想到播出后热度口碑意外爆棚 近来锦绣安宁片酬曝光 任敏现在咖位虽不及张婉义 但接演此剧时她的身价比张婉义高 外界推估可能她有电影佳作傍身 也演过多部口碑不俗的电视剧 加上与肖战主演玉古瑶虽被骂翻 但也因此被骂出名气 任敏在玉古瑶片酬为500万人民币 这次接演锦绣安宁片酬涨到800万人民币 好在这次任敏够争气 造型演技双双再现 将之前损失的人气一口气挣回来 后续片酬有望在飙升 演正剧出身的张婉义 口条台词与演技皆有口皆碑 这几年能见度大大提升 光是今年就有《长相思2》 柳州记和锦绣安宁 三部戏播出 被视为《九五后》代报小生 不过张婉义兼锦绣安宁时 因为《长相思》尚未播出 虽然她在正剧表现斐然 但毕竟国偶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因此片酬无法谈得太高 据悉片酬约600万人民币 男二刺杀凭着中国电影风神一举爆红 但她在录剧圈尚未有代表作 这次演出锦绣安宁片酬 据悉是500万人民币 她这次演让网友一难平的 深情男二路佳学 为爱苦等14年 加上她帅气逆天的长相 不少人看好此杀能凭此剧咔位飞升 期待她下部剧《单纲难一》 女二张瑶演活罗家大娘子林海如 她表演精准 演神戏又很接地气 剧中个性直爽刚强 犀利毒蛇大快人心 不仅有脑也有实力 是锦绣安宁最讨喜 最受欢迎的角色之一 据悉片酬200万人民币 四 《狐妖小红娘王权篇》补拍 诚意被砍十级戏份 诚意去年评《莲花楼》事业攀上新高峰 新剧《富山海》日前才刚拍完 代播剧里最受期待是大IP改编的 《狐妖小红娘王权篇》 《狐妖小红娘》系列三部剧 是同一个制作班底打造 在剧情节奏和制作等方面的水平都差不多 之前杨幂主演的《月红篇》多次为了 特效和画面等状况补拍 但播出效果还是差强人意 口碑惨跌 刘诗诗主演的逐月片去年12月杀青 今年6月补拍 没想到杀青近一年后又传出补拍 而诚意主演的《狐妖小红娘王权篇》一样命运多传 最近她在新剧《富山海杀青》后立刻进行补拍 据悉这次将补拍三天 女主角李怡童也早已禁足补拍 据录剧圈内人士爆料 《狐妖小红娘》三部剧经常补拍 恐怕表示此系列的剧情连贯或统筹工作有很大的bug 不少人认为此系列凶多吉少 《王权篇》很有可能和《月红篇》一样大扑街 其中最引发争议的传闻是《狐妖小红娘王权篇》会需要补拍 是因为男女主角的戏份有大变动 女主角李怡童饰演的蜘蛛精原是个小角色 但电视剧版为她加了很多戏 包括《绅士戏》、《黑话片段》等 据悉《王权篇》目前有10集没有诚意的戏 只有配角戏份 爆出配角被狂加戏 而身为男一的诚意则间接被狂砍10集戏份 传闻一出后立刻引爆粉丝怒火 要求剧组出面说明 消息传出后 不少人为诚意叫去 认为她接戏实在坎坷 明明静静夜夜的演戏 不是遇到剧组没备案就违规偷跑拍摄 要不就是剧组没做好安全措施害她受伤 还有辛辛苦苦拍的剧拍完好几年都播布了 不少粉丝也很心疼诚意 认为不停补拍 就是在消耗演员的心理 好了 看完短短48小时内于四个灯上热搜的大瓜 你有什么想说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